新城乡公所努力争取预算用心发展乡镇 透过开源节流改善新城乡财政 乡长何丽台表示 未来新城乡会举办更多活动 让民众一起来同任 并且促进社会和谐 也建立幸福新城的目标 新城乡长何丽台在107年12月25号上任之后 积极向中央、立法委员、花园县政府、县议员争取经费 获得11多元的益助经费 来破坏慢波幸福新城 141年12月25号连任之后 何丽台表示他会继续争取经费 把握最后四年的时间来一竹梦踏实 在未来礼台在公所服务四年当中 未来的四年当中 我们绝对努力以赴 全力来争取各方面的建设 我想让新城乡、九个村 都能够来精衡发展 照顾弱势执勤 我们在社会福利的依注 绝对会比过去更多 尤其新城乡的财政 在这四年多来逐渐逐渐的好 离台上任的时候 相库只有三千万元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建设经费 争取了十多亿 我们的社会福利的推动 十三项的社会福利的推动 虽然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但是相库的钱 相库的预算是有争无减 完全是中央以及县无我们来争取 所以现在我们相库里面 在今天我们整个报表当中 有两亿三千多万的资金 在我们新城乡工作 成长了八倍之多 事情做得越多 我们的财政也有宽利 而且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因为我们观光的推动 让台湾各界 尤其财团产业 看到了新城乡的滋美 看到新城乡的好 未来四年当中 会有一百八十亿 我们的观光饭店 投资在我们新城乡 这五家的饭店 兴建完成之后 对于整个观光的产值 以及我们的就业的机会 都能够来大大的提升 我想新城乡的未来 绝对是完美的 绝对是在我们所有 乡亲的支持之下 绝对会更好 希望各位乡亲 继续来支持新城乡公所 不管是议员 代表 村长 头目 班长 乡政执行委员 农业干部 林长 以所有的乡亲 我们都是一家人 新城乡的会 他表示 乡公所努力争取预算 用心发展乡政 建设越多 活动越多 福利越多 乡库存款不减 反而存款越多 透过开源 截流 以及改善新城乡的财政 因此 未来新城乡会办理更多的活动 达到与民同庆 与民同乐 而社会和谐 建立幸福新城的目标 记得将一期 想象未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